这个故事啊 发生在某个县城的一个单位里 据说啊 单位的办公楼的周围时常闹鬼 特别时到的晚上 让人毛骨悚然 连大白天都没人敢一个人在家里边 这话说起来呢 也是有原因的 七五年的一天 有人无逆间呢 就把烟头扔到了一个堆满爆炸物的仓库里 接着就发生了一起重大的爆炸事件 当时造成了大约几十人死亡吧 幸存者也是被炸的是头破血流 指甲都翻开了 后来随着事件的推移 这单位呢 又来了大部分新职工 也就很少有人再提起这事了 单位就在爆炸事故发生地 重新起了一座办公楼 一二层用来办公 四五层就用来做职工宿室 这白天一到那走廊里边 就感觉那整座楼都是阴气逼人 在宿舍里那些人呢 也都是刚搬进去的新员工 住进去没几天 大家伙就开始议论纷纷了 都说自己多多少少的 都遇到了一些诡异的事 这白天啊 单位里的小孩都说呀 自己看着一个穿白衣服 长胡子的大高个 一个大汉拿了把菜刀 恶恶恶恶地冲进楼里边 于是大家伙就赶忙就来警察围堵 把大楼堵得个严严实实 还起来怪了 怎么也找不着那个人 到了晚上 先生很多人呢 就听见楼下有般货货的声音 好像很多人在一般一样 接着就有人看见 有人站到自己床前 然后使劲地摇往床 随后啊 就是桌子 洗碗池 倒水 一到了深夜 就能听见清楚的 高跟鞋走路的声音 但是只有走出去的声音 没有回来的声音 接着 又是走出去的声音 说这单位里边啊 有一刚上班 不长时间的年轻员工 平时呢 老爱喝上机位 这晚上啊 老是很晚才回来 不过有一天啊 他走到这个楼梯里 就发现啊 这个路灯啊 关了 于是乎啊 他就走过去 把这路灯啊 都打开了 可是刚转过身啊 这路灯又灭了 他以为是坏了呢 就想走过去再打开 没想到啊 这个灯啊 他又开了 没坏啊 这咋回事啊 这灯 他还没走到家门口呢 又灭了 他在心里边就嘀咕了 难不成闹鬼了啊 就又去开了下灯 居然又亮了 这下他突然联想到 前些天呢 就有同事给他讲过 说这灯都闹鬼的事 一时之间 这鸡皮疙瘩就起了一声 没想闹啊 自己居然遇到这怪事了 转过身来 拼命的就往家跑 跑到家里边 关上门 把自己捂到被子里 大气都不敢出 第二天 这酒鬼就把这事 给大伙说了 马上就有人议论开了 有的说呀 昨天晚上 本来自己的爸妈 大老远的来看自己 这几天呢 准备好好玩几天呢 没想到 晚上啊 就见他手巧 侦查了好久 后来才听说呀 有人在掐他的脖子 让他动弹不得 而且大白天的醒过来 发现自己身上啊 好多地方都被掐得 青一块紫一块的 现在可好 这才来了一天 今儿就待不下去了 连饭都不吃 忙着回家 这边正议论着 就见领导来了 都不说话了 都把各自的恐惧 惊慌 掩埋到了心里边 这都什么年代了 谁还会信这个呀 可是后来呀 那座楼的每家每户 都在门口挂一面镜子 干啥呢 为了辟邪 据说呀 就是在那座楼 对面的一座职工宿舍 晚上也经常听见 外边有鬼哭的声音 那声音呢 不比其他的鼓声 特别凄惨 而且永远都是在深夜 并且没有回音 兴许是从风水学来讲 这是地音的原因吧 或许就是那几十个亡灵 没能超度 变成了幽魂 现在这栋楼还在 只不过呢 现在办公楼 都搬到对面的新楼里边去了 而那座老楼呢 经过一番装修 变成了一家酒楼 原本阴森森的办公楼入口 也安装了好多的灯 明显没那么阴了 不过那些亡魂是否还在呀 是否还能听见 他们深夜的哭声 还有那摇床 敲桌子 掐脖子 走路啊 路灯什么的 这些啊 恐怕只有在那家酒店 住过的旅客 才能体会得到了 好了 这就是 门口挂镜子的故事